红州的司马王简义患了逆气攻心的疾病 死了又护我起来 告诉他太太说 我以前所使患的奴婢偶而不小心 因耶稣太过严苛导致他死亡 刚刚到阴府去 是因为那小奴婢向阴府控诉 无法和解 现在我所患的疾病 就是他的阴魂在作弄 太太说了 小奴婢怎么敢这样做呢 王简义说 在阳间有贵贱的分贝 他阴间都是一样平等的 说完就死掉了